今天是七月 七月份的最後一天 在傳統上 民俗上 宗教上 這七月都是一個特殊的月份 講頒聽是鬼月 講好聽是小月 然後從另外一個更可以稱為功德月 就在七月裡面其實是我們做功德最好的一個月份 你在七月份修正和善行 念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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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份一般就是我們一年裡面最熱 最會下雨的月份 所以它就以大自然來講也是一個變化多端 不是很吉祥的月份 所以才會跟鬼扯在一起 哩講死 天氣的變化很大 所以容易交加聯想 其實我們真的心生則種種法生 外面的恐懼境界 大自然的大變化 會造成我們內心的不安恐懼 反過來講 我們內心的恐懼不安 也會造成整個依報世界的不安 所以我們如果從這個地方去思考 那在這個不安的月份 我們還能夠靜下心來念佛 修行 那都是功德無量 尤其我們對祖先 差不多有一個不安 它到底在哪裡去 今天可以幫它做一些好事 所以我們很多學會的人 修行的人 在七月份就特別用功 在七月份就拜很多節目 不管是閉關 波度 還是像我們今天是地藏望菩薩的聖誕 那地藏望菩薩叫做菩薩一禪體 一禪體就是不會生佛的 第藏望菩薩是菩薩不會生佛 因為它發的願 永遠就沒辦法完成 地藏不空 世不生佛 那永遠就沒辦法生佛 但是它不管是佛 這點要大家要注意 我們心裡如果要有什麼生佛 要有所求 你沒辦法生佛 第藏望菩薩的 他心裡只有這麼特別熱鬧的眾生 對他們的嘴鼻 對他們的不入 只有這點 他就是佛 所以生佛沒有生佛 那不重要 你心裡是不是不管是佛 這比較重要 那不管是心裡有佛 你自然就有地藏 自然就有方便 還是不管是都要做 要有眾生的事情 這才是學佛究竟的目的 學佛不是在關鍵生佛 現在的人因為 對佛法沒有完全了解 所以都差不多有所求 說好聽是要離庫的地禄 說更難聽 你心裡都要是思佛 要是分別 這樣要怎樣可以處宅 不可以處宅 我們知道 第一個是 六道裡面 最熱鬧 熱 極熱 冠 極冠 八熱意 八寒意 那也就是說 當我們一個人稱恨的時候 趁心一起就熱鬧 那同樣的 大家都有經驗了 你如果很生氣的時候 心裡很熱 膝蓋 膝蓋 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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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 心肝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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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 如果受氣起來的時候剛才好就好 不可以教教 剛才好 就是我們看到了 我們知道到這裡就好了 不能再繼續下去 如果這樣的時候 一路民的 遙遙者 得到重生 因為你一般的受氣 說得比較嚴重 你一般的大發雷霆 跟你有緣的眾生 如果是在地獄道裡面 它就是一次的大地震 叫你有強烈的 所以 我們能夠受氣動作菩薩 天翻地覆 一個地方 如果有人在抓狂 這裡 總佛都在頂當 所以 尤其我們帝總佛 這個名字就教義書 帝總 就是帝部總 他穿地貼在那 穩定 還要把部總都藏在裡面 那 我們心要不管是有帝總佛 這份動力 這份保養力 還有多大的疫情現象 不可以受氣 受氣是賣命的 就是說在重地欲因 在節地欲言 所以千萬不要縱容你的脾氣 隨便發作 我們今天 作為在帝總佛 因為我們不要再增加帝總佛 帝總佛 就很厲害了 你每一個生氣 他就加一個壓力 我們教會作為法官 來教會眾生 那 事實上 教會眾生要對自己做起 我們這就是眾生 帝總的眾生 我們頭會說 從動力起情亡的時候 你這個生氣裡面就在做帝總 就在創作帝總 所以我們要發教帝總佛 我就是 從今天開始 我們都沒有正經濟 過期正經濟現前 就是說 它的現身你要受氣 要受氣 這個時候我們自己拋住 這個金徒出來 變成這樣我們自己拿掉 這個也是跟帝總佛 一樣的願 我們如果有這個降伏 我們就可以幫忙帝總佛 搖遊帝總佛 再說比較具體的 就是說 我們自己有人受氣 那如果有人受氣 我們一定要主比 想辦法 幫他把這個受氣的經濟拿掉 把他這裡結束幫他拿掉 這也是叫帝總佛 發聲給我們 但是在這裡 就在主理 要怎麼理他 你自己的心 有辦法對付你的情侯 你真是無法去幫忙幫忙 處理 這個不理想的失去 所以我們今天五言 到這裡做回來 幫帝總佛薩很想 我們就做回來 發這個願 我們絕對做得到 我們大家都有主結 我們大家都有能力 因為怎麼樣 你心來 本來就一尊佛地了 我們大家都會說佛地 心來在座 不需要去靈山 去救佛法 不需要去靈鳩山 我們到我們島 好好靈下來 靈山的佛 就在我們心裡 我們如果沒有靈山的佛 靈山的佛 你再走到那裡 它也是在天花 我們這裡可能有很多人都去靈山過 當然來台灣中國之後 現在有的說在走靈山 是這個就是 就有的沒有的 那個都不是 那個都不是真靈山 真靈山是你的心裡面 那一份靈明透亮的絕躁力 那個是你真的佛國 我們可以把這裡 我慢山把它調 沉怒山調 貪欲山調 一個一個把它拿掉 魚吃山把它調 那九二九十 你的靈山就在眼前 就在心底 祝大家 都可以教佛祂發色感的觀 我們說這個就是 我們不是去鄉官 我們是去那裡 放這些人 解決問題 就像說 這個價格裡面 為時造業去鄉官 為時法官去那裡 放這些人 讓我們沒那麼痛苦 所以我們現在也是一樣 我們不是強力 讓我們痛苦 是我們的願力 讓我們要接受痛苦 尤其別人在痛苦的時候 你有那個同理心 那就是地藏王菩薩 最好的信徒 我們一般 想到地藏王菩薩 差不多都是 要求祂加恩加持 那真正的佛弟子 不是 不是要求祂加持 是我要仿效祂 我要跟祂做一樣的佛事業 這大家都做得到 大家都做得到 是你要做不做 你有要發援 沒有 不可以去生佛 不可以去解決 不可以去解決 如近的佛 如不說得 因為你沒有經驗 你沒有主比 你沒有相關的地位 所以你所生的佛 是你心來依偎的佛構 那就是 一切都是對你心所生中 所以一定要把這個心放大 放大當然 最重要的是 把我們在裡面 這裡賣的東西拿掉 不可以說 我們要接受眾生 結果是 我們要加在眾生的神父上面 不可以這樣做 所以 受性要對自己受氣 絕對不是祖書 就像德祖王菩薩 他發這個大丸 一點子祖書就沒有 他只要心來不敢 就是眾生在那裡想 這樣而已 他自己 怎麼都在所不惜 我們一定要學 這樣子的功德力 那一樣 如果我們看過 世尊的本身的傳記 你也曉得 一生生世世 都是發同樣的怨 都是不忍眾生受苦 只有發這個心 靠主教信佛 如果沒有發這個心 你想不信佛 結果 不可能信佛 不會勝利 沒有條件 沒有條件 沒有條件人信佛 所以我們 學佛 一定要把觀念 用得到 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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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佛 沒有什麼關係 很大家 都在早日 當你的佛神發露出來 早日體驗到 佛就是我 我就是佛 早日 當我們這個藏的圓圓的佛 可以奉獻給眾生 總有一天 明明都是佛 這是我們老師父的名言 明明都是佛 祝大家思思恰恰 不管什麼事情 心准佛念 看一切極 都改身看到盡頭 看一切中心 看一切人 都改身看到準佛 南無 臺灣 帝宗王菩薩